講到我們國內可以背這個氣球的中心 就是華東全國上概適合自由飛行 不過這個飛行館要找飛行館 都需要經過農民的同意 這可以飛行館的人去參理 因為這種的地點很難找 就是一名飛行館因為地點難找 就降落在飛行館的卡車上 這要怎麼找需要機卡 我們來做回來看 每年都參加台南館 飛行館感到發揮這個太陽球 這邊飛行館要降落的地方 挖滾步伐 地方不太好 飛行館飛過企劃 跟地坑人員討論過後 決定降落在飛行館的卡車上 地坑人員在這裡的腳把所有救到的 飛行館正準控制的火力 成功完成再來第一邊 飛行館降落在地坑卡車的記錄 有人開玩笑說 那這樣的降落法是不是有一點像 戰鬥機降落在航空母艦 這樣的目的 除了可以幫助我們 將最大的球移動到比較開闊的地方 做回收之外 那麼也藉由這種精準的降落方式 來完成了這次的降落 航空公司說這種降落的方式 其實在土耳其店裡看到 不過在華東作國降落地點 一般都是經濟在產的旁邊 就要地主動役 而且是實話不想 擦降落的所在不太容易 這邊飛行館在華東總指揮 跟地坑人員搭營後 表現困難度很快的降落 這個其實是其中的一種降落模式 那當然我們的飛行員 需要在當下對於風速跟降落點 做專業的判斷 航空公司說 力氣球飛行的原理 跟一般的航空機不一樣 是靠到氣流性降 比較不容易操控 若強調就在地址的情形下 這些動機飛行員 跟落在地址的卡車上 不過這要看飛行員的記事 是不是有夠 記者綜合佈渡